台湾网球好手谢宇杰和他的大陆搭档尤小迪 在花旗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比赛中 面对的是头号种子选手 来自杰克的辛利亚科娃和俄罗斯的布林克娃 对手是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想着说我们或许不会赢 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去争取每一球 首盘比赛谢宇杰和尤小迪略有紧张 发球和揭发球失误较多 而且两次被对方破发 因此以2比6输掉第一盘 第二盘谢宇杰和尤小迪调整了战术 依发进球率和底线稳定度大有极高 迅速以6比2扳回一城 我们今天的配合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就是有彼此都很积极 谁也没有negative 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去专心的准备下一球 在决胜盘抢失过程中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从一平一直打到八平 最后谢宇杰和尤小迪连得两分 以10比8取得决胜盘的胜利 宇杰啊 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结果我其实没有去想 我们就是想着每一分好好的去争取它 去努力把最后一个球打进场内 头号种子被干掉之后 谢宇杰和尤小迪还有几场硬仗要打 但只要他们配合默契发挥正常 夺冠就有很大的希望 记者张国华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